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楼家慧 王霜 漂亮 在后场把球断下 这个动作够得上红牌 看看裁判怎么判 这个结果是让人伤心的 尤其是对他们队友来说 大家都还在努力找机会 反败为胜的时候 出现这么一张红牌 很打击士气啊 比赛还在继续 危机成功化解了 老家慧 老家慧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目前双方是一比一打平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完全没有任何失误啊 又知道这可是在自家禁区里啊 王霜 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看看张瑞的处理 门将轻松解围啊 直接打门了 啊 球进了 他们又领先了 比方被改写成了2比1 比方被改写成了2比1 主台认定犯规了 认一球 咱们给了他一个口头紧高 接下来需要谨慎一点了 在场上千万不要挑战 占裁判的耐心 张瑞 打穿了对手的防线 幸好他出现了 没有给对手威胁球门的机会 现在只接外球 这支个反击的好机会 慢悠悠的回防 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 对手的逼角 干扰了他的出球 可以考虑回传了 王霜 传给了张瑞 传给了王珊珊 这是一脚极具威胁的挑传 盛本完备挡了下来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距离 这个球踢得不够远 没有起到解围的作用 张瑞 扳平的机会啊 就算只有十个人啊 他们依然强大 依然不会轻易认输 已经扳平比分了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他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 却一不可 双旁暂时打成2比2平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 寻找机会 还真是不惊夸啊 绝佳的机会啊 他完成了梅卡尔杜 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状态是相当的满意啊 担强平满 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 整个过程太精彩了 干净利落 简直不可阻挡啊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比2 他在边路有机会 他带球内切 寻找中路队友的志愿 他的护球技术啊 还是过关的 同时冷剑 对门量来说 这完全没有难度啊 双妹子往上拿球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啊 他及时化解了对手的攻击 过带了防守队员 逼近球啊 盛门被挡住了 拔了个短的 比球又出了底线 还是脚球 落点在进区中央 对他来说啊 这个投球扑起来 简直是轻松加愉快 想要在他身上进球 盛门知道啊 还有很大的提升的余地 没错 双妹子往上拿球 往上 漂亮的扑就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啊 球被踢出来了 但飞得不远 对方还能组织进攻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 在对手真正威胁到球门之前 及时地化解了对手的攻势 有队友上来帮忙了 这球能扳平了吧 他们将球及时地解围 警报终于解除了 成功跨进了船舟 比赛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分钟的上停步时 反归了 扔一球 他们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上半场比赛结束 防守好像出现了空档 哦 没进 门将非常值得信赖啊 表现非常不错 传给了王珊珊 扳平的机会啊 还好 他及时地出现 化解了危机 这波传球啊 很有水平啊 这球该有了吧 这球打到横梁上 又弹回场上了 还没出界 并没有完全解围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但巨大的压力 可能让队员太过追求 射门角度 皮球打在了门框 不过他也不用太过于 责怪自己 目前他们还有一球的 领先优势 这个直赛被防守拦截了 如果传过 机会来了 单挑门将啊 这球被门将扑了一下 漂亮的抢断 他在最后 打扮的少儿响了 比赛暂停 我猜是有球员受伤了 应该是吧 好的 收伤队员下场之后呢 比赛将继续进行 张鑫 还在继续带球 翻屏的机会 幸好挡着这一下 否则就不是现在这个比分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机不可施啊 还要往里面带 这危险了啊 门将太神勇了 也太玩命了 直接把球扑下来了 是啊 网霜 他们踢得很沉稳 落后呢 也一点不急躁 耐心地再传导 他们不会轻易认输 哪怕只有十人应战 依然能把比分扳平 哇 他自信满满 带着脚下的球 如入无人之境 这天赋 真是让人羡慕的 比分被改写成了 三比三 接下来就看他的了 张欣 王珊珊 突破成功了 这门力度是很大啊 但是这个角度稍稍偏了一些 如果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这个球说不定还真就有了 是啊 今天两队都有不少机会 这样的比赛看起来也是 浸浸有味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这个传球啊 没踢好 球直接飞出了底线 这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队员水平的底线 边才举齐拉越位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反击的机会来了 王霜一脚精准的传递 传给了王珊珊 机会出现了 他们获得了一点喘息的机会 但是球门前面临的威胁还没有彻底解除 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 身边的队友啊 在努力帮忙拉扯空间 领先的机会 门将这次发挥出色 这个球啊 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好球 漂亮 解围的要意是 把球踢出危险区 而不是让对手继续拿球进攻 像他们这种解围法 丢球只是时间问题 又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主教练决定同时换上两个替补队员 主教练决定同时换上两个替补队员 出脚早了一点 队友还没回到越位线之后 有点可惜啊 千里走单棋的戏码来了啊 机会来了 球被断了 他们的努力在最后一道防线前被打断了 关键时刻 江球拦截成功化解了对手的进攻 有机会打反击 看看王珊珊怎么处理 他们的拼搏精神太强了 十人作战的不利局面 他们没有放弃 在比赛结束之前扳平了比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目前双方比分4比4 他可以考虑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啊 看看张瑞的处理 打破平局的机会 这脚射门被挡住了 传给了王珊珊 会是绝杀吗 十人作战的他们在最后关头领先了 太顽强了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让开张瑞的处理 漂亮的拦截阻断了对手的进攻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们能把握住这次进攻的机会吗 他觉得实际未到还不着急 凌空打门 轻轻松松铺就成功 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来